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效果落后 至关重要 要充分理解这一点 需要大致了解一下宋代的点茶和豆茶习俗 点茶首先是将茶瓶末成极细的茶粉 接着再将茶粉放入盏中 用热水冲住 这个冲住茶粉的过程就是点茶 然后再用煮血将茶粉搅拌成姜状并挤打出泡沫 继续注入热水并不停搅拌 让茶盏中的茶汤形成更丰富的泡沫 经久不散 宋回宫在大观察论中介绍的七糖点茶法 就是要如此连续冲住七次热水 才能完成点茶流程 最后人们在饮茶时就是喝茶汤 连同上面的泡沫一起饮用 有点像现在的饮用咖啡一样 而豆茶就是在比赛这个点茶过程中 在茶汤上所形成白色泡沫的经久程度 谁家的泡沫维持时间最长消散得最慢 谁就是最终赢家 显然呢 展为热 也就是唯一有着剑斩保温效果好 才能保障点茶的质量好 才能保障豆茶的饮面大 这样说起来 这剑斩胎骨的重要性 甚至还要高于右面和造型 毕竟右面和造型仅仅是关系到剑斩外观的维感 而胎骨却关系到剑斩实用功能和类在价值 想象一下 这个专门为茶文化而诞生的剑斩 如果不适合点茶度茶 那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因此由展为热 则茶发力赖酒而推道出来的胎骨剑斩关键词 成熟 其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人们的一般人质 我们在市场上剑斩剑斩时 哪能不可能往展中倒入热水来横亮起保温效果 那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展臂越厚其保温效果应该越好 成熟这个关键词 就是从这个点上来间接判断 剑斩保温效果的 它包含两重含义 一是手头横亮整个斩的重量 二是指头横亮斩臂的后保 手头呢 是古刀色手藏液剑通用术语 这不多讲 而指头则是我们呢 剑斩剑上的专用术语 意思是当我们呢 有两个指头顺着这个剑斩斩臂 从上往下滑动时 指头上所能感觉到的斩臂后保 一般来说 手头足 这个指头好 我们就说这片产 达到了成熟的标准 那手头足好理解 就是分量足够嘛 那什么叫指头好呢 我们还是通过啊 剑腰一直遗留下来的 这些残片来说明 从这些残片标本的 胎骨截面可见 它们呢 并不是在一味的追求厚度 而都是什么 上不保下不厚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剑斩呢 上不口颜直径大 接触空气面大 即使斩壁后 你保温效果也不佳 而越往下呢 斩直径呢 越小 这时斩壁后一些保温效果就明显了 最重要的是 上不保下不后 既能保温节约原料 又保障了气形的美观 使得你上不阿 无论把它做成竖口 粘口 撇口还是长口 都能自由防御 指头好的含义是 当有两个指头顺着斩壁 从上往下滑时 会感觉啊 两个指头被斩壁 撑的距离越来越远 有这种被慢慢撑开的感觉 就叫做 指头好 斩的分量沉重 上手沉甸甸 承手 手指头被撑开了 撑手 与撑手斜音 那么把它统成成手 这个 剑上关键词就是这么来的 这是以往啊 剑咬剑斩 剑上中 从没有被提及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剑上认知 尤其是指头好 说起来简单 可实际上 其内涵满满 极不简单 因为啊 在剑斩手工拉批的过程中 有两个关键部位 稍不注意就会出问题 一个是斩壁与斩底的交接处 就是这儿 另一个是斩底的中心部位 就是这儿 这两个部位你稍不注意 很容易拉薄 从而影响着整片剑斩的保温效果 总体来说啊 宋代老斩的胎骨厚度还是不错的 手头足 显然没啥问题 我们看看这些老斩片 都不错 但指头好就不一定了 你看啊 这几片虽然也是老的 但它们呢 比地的交接处啊 也就这个部位就有些问题 明显薄了些吧 与合格品 我们把这个截面对比一下 就更清楚了 这种厚度才是合格的 而这个部位如果变薄了 会直接影响 渐转底部的保温效果 不要小看这点影响 在豆茶比赛中 那可是差之毫厘 十之千里啊 像这篇合格标本 底部厚实 就意味着底部的茶汤温度能保持住 当上面茶汤温度下降时 下面还有温度支持 那从而保障上面的茶呢 不至于迅速冷却下来 否则你要像这几片这个部位薄了 底部温度就很容易流失 支持不了上 用这类盏来点茶豆茶 那效果就差多了 至于现代新盏 手涂足都普遍狡诈 就更为人注意纸头好了 你看啊 这还是早连的防骨盏 有接老底的 有新烧的 那与老盏 我们比较一下 看看这差别很明显吧 新盏呢 它的胎壁啊 普遍薄得多 保温效果当然就会差很多 这类盏肯定谈不上手涂足 至于纸头好 那就更谈不上了 因为整个盏壁都偏薄 所以你用纸头去滑动 是让你很难找到那种 慢慢被蹭开的感觉 尤其是这个 斩足心不归 很多心的 实际上都拉得比较高 这些斩你 道路开水后 那个底部快烫手 这个水不合格的 当然啊 成熟这个关键词 无论是手涂足 还是指头好 都需要长时间 对食物的反复霸王 和用心体验 尤其是双指向下滑动 你通过斩下补锤 又是会有一个明显的收缩感 一下子就将原来的厚度感 都破坏了 所以啊 你没有反复的练习和细心的体会 无论是手头还是指头 都很难把握好 从大观察论中体练出的 这个成熟关键词 对见有见证的见识 极具重要意义和价值 遗憾的是啊 当今无论是工艰还是仓价 都极少有人系统认识到这个方面 希望本期视频呢 能补上这一刻 好 渐谣渐战的 右形态 渐上要点 及关键词 整体结构 基本分享完毕 到此了 告一段路 从下期开始 我们就要谈到啊 渐谣渐战的真位鉴别 也就是新闹鉴别了 前面这些鉴赏要点和鉴赏关键词 依然会贯穿其中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接着聊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